欢迎来到飞碟午餐 我是尹乃静 今天是张严廷 将军的时间 欢迎张将军 将军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今天大家赶快先来看 我们的这个直播的画面 我们的摆盘多好 将军真是新鲜的 从他的果园摘下来的 这个珍珠拔辣 还有这个好可爱 这个颜色好漂亮 没有这个是那个葡萄柚 这是葡萄柚 小的葡萄柚 我那边种了葡萄柚 有种三棵 那这个是在树上黄 我说把它拔下来 这很漂亮 因为在树上黄 然后其后还有一些 还在树上 文旦跟柚子 他现在 因为这礼拜是立秋 立秋完毕就畜属 畜属完毕就白露 白露拔才可以吃 白露以前拔的柚子都没有熟 那我有种了 我原来柚子包含文旦柚 葡萄柚 加上西式柚 总共种十棵 那柏拉也是种十棵 那我说我把它拔下来 所以有梗啊 不然你要说 你是菜市场买的 因为菜市场不肯有梗啊 在那种剪 我就把它剪下来 哇这才是很有趣 而且这个 我们跟着这个将军呢 学到了不少的这个尝试 我很缺乏这种农作的这个尝试 然后汉汉呢 对这颗小小的这个葡萄柚 葡萄柚 这个亮黄的这个葡萄柚呢 非常的感兴趣 他就等到我们这个节目做完之后 他就要下去 把他给剖开来 而且这个金黄的这个颜色呢 感觉上呢 就很像这个 羚羊配 他们昨天的那个球衣 真的蛮过瘾的 那个他们得到这个金牌的兴奋呢 这个显然可以 这个可以那种振奋的那种效果 非常的 他马上释放 因为他我感觉到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他马上释放 你看跪在地上 或躺在地上 因为整个压力 整个 太紧绷了 太紧绷了 太紧张了 因为一比一嘛 是 你现在这三盘决胜部嘛 那这三盘比数就那么近 那当然很紧张啊 你如果拉开了呢 气定神仙 游刃有余 那气定那么近 就压力大不大 对啊 我觉得真的很 真的很过瘾啊 而且打得非常的这个精彩啊 然后那个几个这样子来回的时候啊 对方呢 这个中国大陆的选手呢 是世界排名第一 我觉得很有趣的哈 就是在 呃 大家 他第一局赢了啊 然后第二局的时候被反超 大陆赢了 等到这个要进入第三局之前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很多的 这个line的聊天的嘛 就有朋友就会说 哎 这种看球赛代赛的人 自己好像离开啊 不要在那边看了 就是很 这很好玩 就很 他们那种赢球的 这种兴奋的哈 我们大家感觉到兴奋的那种渲染感呢 真的是迟迟不散哈 到今天呢 都还是在这个呃 为林洋佩呢 开心之中啊 而且呢 在现场的时候呢 呃 现场的那个声音真的是太大声了 帮中国队加油的 帮这个中华台北队加油的 那个声音非常非常的大 我觉得对于呃 球员来讲的话 那种承受压力的 这种心理素质 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两边都是中华队嘛 对我们是中华 怎么也我们也要中华队啊 对我们是中华队嘛 对我们是中华队嘛 那这样子 金牌银牌都是中华嘛 哈哈哈 将军这个好 然后 金牌银牌都是中华 然后因为他们上一次奥运的时候呢 呃 东京奥运说在在疫情嘛 所以现场都没有人 我就看到这个呃 呃 这个是 李洋还是那个呃 王岐霖讲 他就说 那个气氛差别很大 因为他们那次呢 是在 很整个安静的这个状况之下呢 拿到了金牌 而且呢 呃 当时呢 其实 中国队强嘛 对 中国队强 然后所以呢 中国队强 然后日本队也很强啊 然后所以在大家呢 都很意外之中啊 又在全场这么 完全没有这个声音的这个情形之下呢 拿下了这个金牌 然后这一次呢 整个的加油声音这么大 其实对于呃 对于球员来讲 对于运动员来讲 他就是要要训练 他要承受的那个呃 承受的抗压 抗压 抗压 要非常非常的强啊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很 我觉得很棒的哈 是呃 我们因为不能够唱国歌嘛 对 我们只能够升这个中华奥会的会旗 对 唱国旗歌 哇 现场有这么响亮的这个 国旗歌的声音 这菜的超感动 对 而且我觉得很有趣啊 就像刚才将军讲 哎都是中华队嘛 那个转播的那个荧幕呢 对 拍到那个后面 就有很多这个呃 大陆的为大陆加油的球迷 拿着就是五星旗啊 嗯嗯 然后在那个呃 在他们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也能拿那五星旗 也很多人就在为这个中华队 就拿五星旗这边加油 嗯 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嗯 因为我认为这个最重要是 他气氛感 气氛 你你2020年没有那个气氛 嗯 那2024年有这个气氛 嗯 气氛整个我们讲的欢声雷动 嗯 马上爆出来 类似这个样 那气氛感 每一个人都会受感染 因为气氛感跟传染一样 他会传染的 你马上进营到那个气氛当中 哦 你会整个澎湃起来 心情澎湃 怒潮澎湃 你会起来 那种平常感 甚至感觉到那脸都会红 对啊 真的是那很过瘾啊 而且特别有意思的 因为呃 李扬是古宁头那边人嘛 对对对对对 再一次的古宁头大战 胜了这个大路 对他是福建人哦 他不是台湾人 他福建人哦 他这么讲福建哦 对很过瘾啦 这就是运动赛事的这个魅力啊 那希望呢 接下来的呃 呃项目呢 中华的中华队呢 都有很好的这个表现啊 讲到这个呃运动啊 将军呢 我们刚才在这个聊天的时候呢 我就问他说 他在念军校的时候 在他的什么是他的运动专专长 你知道他多酷 打靶是他的运动专长 因为因为我们的体 那个体能三项哦 体能三项第一个是打靶 然后再来是游泳 游泳游泳游泳200公尺 跑步是跑3000公尺 是这样子 我们叫做国建人体能运动大会 那个他还加了两个战绩 体能战绩运动大会 所以他要打靶 然后游泳呢 还有那个游泳的时候 那个地震人还要武装游泳 是这个样子 什么叫做武装游泳 武装游泳你要背个枪 背个枪的枪还重重的了 他武装游泳 然后带钢盔 你要换气的时候 因为武装游泳 我发现大家都说游泳室 游泳室你不要 你钢盔在那边 你要抬头 那叫武装游泳 原来多两个 第一个背枪 第二个钢盔 这叫武装啊 是这样 所以 所以这个就是 这战绩 体能战绩运动大会 因为这很 这个很重要 就是背着这个装备 过河嘛 对 这个在战场上面呢 他也是一个求生 也是一个对 也是一个求生的 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个训练 张军说他打靶很厉害 你是 你是什么枪 因为以前的时候 我们打靶的时候 我在空间右下的时候 打的是卡冰枪 其实卡冰枪不准 越战用卡冰枪嘛 卡冰枪是二战的后期 出来的嘛 那后来说改五七四 在陆军官邮 我在陆军官邮 打那个五七四的步枪 我打了蛮准 五七四后座力稍微大一点 但是五七四就是五点七二嘛 他五点七二厘米 他那个弹的那个直径 口径啊 很准 他比较重而已 你看我阅兵的时候 我也是 那个 用五七四的步枪 右手脱枪 左手摆 摆摆嘛 你就踢正步嘛 是这样 然后我现在 不是三百公尺的时候 是右手脱枪啊 不是左手脱枪啊 右手脱枪 右手脱枪啊 对 右手脱枪 在这边啊 因为你都右撇子嘛 右手 有没有 OK 对对对 然后一收了 收到右边嘛 右手脱枪嘛 你还不能 右手 左手 右手 我们右手是摆背 右手摆布 右手摆布 我弄错了 对对对 因为我们是 我弄错了 右手又 很久了 很久了 太久了 会飞会打把就好了 然后那个三百公尺 我发现很多人 是看不到那个把 因为我们叫一百公尺 就很远了 我们跑步都跑一百公尺 那两百就很远了 两百 三百 三百那人像把 那人像把好小哦 那你要拿那个 那你要拿那个 你从你的照 这个我们 我们知道的张孔啊 这个叫张孔 然后你瞄准那个 准心 那叫准心 然后对到那个目标 目标 准心 张孔 一线 然后你那个 你那个 好小的目标 那个人像吧 好小哦 手不能抖 你手就抖 还有我们 我们会有心跳 你心跳会干扰他 心跳也干扰 你手又不能抖 然后眼睛要看得到 还好我 那时候视力 视力不错 包吓这很厉害 这太厉害 三八三百公尺 我三八就中两发 哦是哦 好厉害 那一百七十五公尺 一百七十五公尺 蛮远的 我十发中九发 绝对的 这么厉害 十发你怎么 一百七十五 不能带任何距禁 不可以 就是这样子 我这样打 一百七 一百七十五公尺 打十发 命中九发 第一发我就没有说 我说不对 第一发怎么会这样 那我看其他的 因为你打完之后 你要你要做那个 那个旁边的助手 就是帮他挡挡壳 我一看他一打地下 我说你枪要高一点 你打的是土地哦 挖地瓜 我说你说挖地瓜 他带人说 他跟我讲说 他同学 我看不到吧 他戴眼镜都还看不到吧 一百七十五公尺而已 我也看不到 我看那个枪的口径 我在旁边当他挡挡那个弹壳的时候 我帮他看 我说你的枪口要枪管 枪口要高一点 因为我看那个弹 你这个你这个指的枪口就不进嘛 他后来跟我讲说 我看不到 那个人姓周 周子的时候 我帮他挡的 我都记得 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 我们因为高中有军训嘛 我记得就有那个有涉及啊 我那时候我就看不到吧 我不会瞄 我就看不到 然后呢 在那个新加坡呢 曾经有邀请台湾的一些媒体 到这个新加坡去访问 访问那个时候就是李光耀还在 李光耀还在当总理的时候 访问他们第二代的这个领导人 就是吴作动要来当总理啊什么的 然后他们安排的一个行程 就是带我们去看他们这个受训 然后就有一个 就是让我们这个打靶 我也看不到 我也看不到他那个 太远 可能那个靶太远了 没有没有 我觉得我就是很逊 我也看不到 哎将军这么的会 这么的会这个涉及 你应该很应该去参加 应该代表国家呢 去出国比赛 参加比赛 你看这次这个土耳其 哇这个帅大叔 这个五十一岁的 呃空气商这个银牌 他多厉害啊 他这样子打 然后手插口袋 对对对 真的实在太酷了 因为每一个人习惯 如果呢 我要当狙击手 我应该是很好的狙击手 第一个你手不能抖 我看有那种手会轻微的抖 你说你只要手轻微的抖 那你不要看 抖一点点的干扰 弹道线就马上干扰 第二个我会算 因为我会算那个时间 大概就零点零几秒的弹道线 因为毕竟有地吸引力 所以我对那个人 你要稍微往上瞄一点 然后看风向 因为你归零射击过 归零射击就是你校正过 然后你要看风向 要稍微风向 你要稍微调一点点 这个这个 这个如果拿拿笔去算的话 那微乎其微 但是我认为要去算它 然后就给命中 结果你就给我丢飞镖 一丢往下面 那我就马上上面打 就命中 你就射上面 刚好 因为你都 你都 要很稳定 很稳定 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手不能够抖 手不能抖 然后要 心跳啊 什么那些速度 还有一个 有点不对的 眼睛绝对不要扎 你扎一下的时候 其实已经跑掉了 眼睛看到它 眼睛看到它 眼睛不要扎 前往那时候不要扎 就打出去 那枪 那声音很大 你眼睛都会扎 我说你要忍住 你看这个将军 将军多强 你看手呢 拿枪 然后驾驶盘 都能够 然后呢 又能够拿笔 然后博士 这个允文允武 现在呢 拿锄头 当农夫 真的是拿锄头 刚才打光的时候 说我太黑 我说我真的是农夫 我不是假农夫 对 我说我太黑 对 所以我们这个 燕安导播呢 英控导播呢 就刚刚调了一下 这个用两个人的 脸的色差 太大了 将军 脸太黑了 然后那个 他有传他在 到农地的画面 给我看啊 我们这个轻松谈话题啊 陪您过午餐啊 对对 好 这个将军呢 我刚才讲到说 我这周末的时候 五六日啊 我就接到了好多 那个朋友传来的 这个讯息啊 将军现在呢 已经是我们 飞碟午餐的 这个台柱啊 那他现在动向呢 大家就非常的 这个关注啊 就说将军要去选 议员或者是立委哦 对 因为人家 因为有很多同学 还有朋友都劝敬啊 那我说顺其自然嘛 很多事情 我们到了这个层次了 到达这个年纪了 很多事情顺其自然 不强求 我认为不强求 这个瓜熟地落 水到渠成 顺其自然 我认为这样最好 那也可以保持弹性啊 为这个社会 尤其是为年轻人 为我们台湾的下一代 我们来经典力嘛 毕竟我们是属于正人量 比较正派 不会那个歪 歪哥啦 就是搞乌七八糟的嘛 我们不会嘛 军人出身的啊 军人比较强调 诚信方正 我们比较了 我们讲 因为军人他常年 这个 我们不要讲劳苦功高啦 就常年在那边 直干戈未设计 交的比较正派 这种军人是这样 这种军人是交正不交旗 正就是正派 正道不交旗 旗就是有 就是有点 旋旗 好像走偏风 就类似这个样 我们是军人是交正不交旗 有这样子的 有这样子的说法 最起码军人是比较可靠嘛 因为军人讲到的诚信方正 你看亲爱经诚 就讲一定有个诚字 诚信方正 对 然后 然后讲到的 这个亲爱经诚 对不对 那我们空军官校的效应 就是诚实 荣誉 就两个 诚实荣誉 我们我们每个 大家朗朗上口 你要问一个空军官校 新生或者他毕业的 你们空军官校 那有四个字的 那个孝训是什么 就是诚实荣誉 大家已经朗朗上口了 那我想说 空军官校的孝训 这么的 这么的朴实 对 因为 诚实荣誉 因为三军官校 就是黄埔 黄埔是亲爱经诚 亲爱经诚 亲爱经诚 对啊 亲爱经诚 团结分手 更牺牲 让黄埔的精神 黄埔的精神 黄埔的精神 对 对对 对对 流浪上口 这是另外一个 因为 这个是他的 那个 那个 要还送一个 的 的歌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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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埔军要下个怒潮 澎湃 党旗飞 这是革命的 黄埔 对 这是革命的 黄埔 对 那个 那个 那我们今天就是讲 军人 我们今天来 军人来看的话 是比较诚信 诚实 比较 比较 比较那个 不会歪歌 你说军人有没有歪歌的 没有百分之百的诗 当然有嘛 但是都是极少数 那我想说大家既然要我们出来 那我可以保持弹性吗 因为 我现在大学教书嘛 在清大教书 诶 将军啊 就说这个 你的那些朋友呢 就是鼓励你 就是 去选 去选 一方面也是 气不过 是吧 觉得现在的这些号称 对 我认为也是 号称这个军事专业的 对对对 我认为有时候 这些人 我就不好意思讲这些货色 就是这些人 对我认为他们讲的不对啊 因为很多事情有他逻辑性 因为我也不是自我吹嘘 因为我是受了比较完整的学术训练 我读过指挥学院嘛 空军指挥参谋学院嘛 读过战争学院嘛 你才能够升将军 那不是嘛 嗯 那我也读过硕士 我硕士读了少 37年前就读硕士了 那博士 博士也读 我可能读硕士的时候 你可能还在读幼稚园 没有 我还可能在读幼稚园 好那不讲了 后来我读博士 我读博士的时候 是30年前嘛 30年前你可能还在读大学嘛 那30年前的事情 你可能才刚刚准备考大学 那个时候我也读过博士 然后又拿到了 读书师读博士 对博士嘛 然后我拿到助理教授 拿到副教授 拿到副教授是25年前 我拿到副教授 所以拿到教育部的教授 是15年前 但我都一系列都做这方面的 比较严谨 我只想说因为为什么这样 因为学术强调的是科学 强调的是研究 你这东西要可以复 就是说按照你的程序 按照的方法 按照你的研究途径 是可以复制出来 如果不复制出来 那你一加一不等于二咯 一加一永远等于二嘛 数学上啦 我讲数学 对不对 要这样来讲 那我是这样子受到 这个方面的学术训练 跟军事训练 空军指挥参谋学院 或者战争学院 那我的成绩 我也不要去讲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我是很拼的 就跟网络上有讲说 啊 我的色彩 我应该 这个是彩色的 跟阿汤哥一样 我说你早点告诉我 好不好 我都在那边 我就这个人生 彩色和过快乐的 很明天 我去那边看到这些 好非常愉快的事情 我就不用在那边 在那边积极的 在那边住对待命 就在那边写东西 那时候刚开始 还爬六百格稿子 现在是打电脑方便嘛 你在上面修 以前不是以前要拿那个立可白 你知道吗 还有剪贴 因为太多你就要用剪的 那不是用立可白图 因为我都是一笔定稿 你再抄一遍 又要一个多小时 没那个时间了 一笔定稿不容易啊 不容易 所以你 你写的时候都要 等于就是说 起程转合 是已经在心里面 已经打好 对对对 起程转合要怎么样 没但要 这个不是 我都不是写四段 如果写一千字的话 大部分写五到六段 那不算起程转合 在什么样做收尾 要先想好 然后再写 很耗时间我那个时候可以做其他事啊 当然我在报纸也写过一千多篇 那以其这样 我们是不是站出来为这个社会 为这个年轻人 来讲讲话呢 是您就说这个为年轻人 为下一代 这点是蛮感人的啦 因为很多这个 很多人都已经觉得 放弃了 反正现在这年轻人呢 要怎么样 都随他们 可是将军还是没有放弃 特别是因为呢 军人 在台湾的这个社会 在这种民进党的 过去的意识形态的操作之下 他没有得到他应有的这个尊重 然后将军还愿意呢 为这个为这样子的一个社会氛围而奋斗 其实是蛮感人的啦 不过因为时间 就距离选举的时间 还有一段的这个时间 就是继续来这个看这个各方的这个反应 而且最重要就是将军自己的这个目标是什么 以将军的这个性格啊 他要他一旦投入的话呢 就是只有成功啊 就只会成功 而没有这个失败的 因为这样的事情啊 因为我们到时候再为将军 对啊 因为我们是过河的组织 绸谋加油 对啊 因为我们是过河组织 只有拼命向前嘛 是 那军人就达成使命啊 尽力而为啊 一定做任何事情就我才看 就跟飞行一样 尽人事而天命 是是 你不要天天 当然我又很虔诚天天祷告 我说 祷告上帝很忙哦 我每次都讲上帝很忙的哦 他照顾的人非常多哦 有时候会顾不过来哦 那怎么办 先靠自己 是 先靠自己再靠上帝 你不要先靠上帝 什么事再靠上帝 我说你先靠自己 因为上帝很忙 上帝要照顾人太多 他有时候顾不过来 嗯 是这样 那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先敬人 敬自己的努力嘛 是 敬自己努力去写那么多的文章 敬自己努力 让社会更 更阳光 也就是说这个 当这个部队 一出动的时候啊 呃 当任务呢 一启动的时候 就是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赢 就是赢 就不做任何的 不做任何战败的 这种打算 才能够 才能够一直勇往直前 好 我们接下来呢 就要来请教这个将军 呃 现在大家当然都非常的关切了 对 就在于是 到底中东的战事呢 会如何的这个演变 对 我们看到呢 到目前为止呢 对于说 哈马斯的这个领导人 他究竟呢 怎么样在这个伊朗啊 被这个 被暗杀 呃 是从 飞 就是飞弹吗 还是说在 还是说在这个呃 饭店里面呢 被安放了定时炸弹啊 现在还有两个 这个不一样的说法啊 不过很明确的是说 不管是被呃 运进去的安置在 这个呃 招待所啊 就是招待所 就是伊朗革命卫队招待所 外面的这个炸弹呢 被精准的被击中啊 还是说这个定时炸弹的话 都显示出来这个伊朗革命卫队内部呢 他们就是有很极大的一个问题啊 在安全上面有极大的问题 所以呢 现在呢 就就说呃 他们要肃清要抓这个内鬼啊 嗯 在这个呃 伊朗呢 准备要对呃 以色列采取报复行动的时候 他们内部的这个 他们内部的这样的问题 反映出了什么样的危机 嗯 我倒认为要这样来看 嗯 这个以色列的情报组叫摩萨德 对 摩萨德现在的编制人数 1600多人 他只做三件事 反恐 暗杀 嗯 另外一个就是情收 嗯 平常都搞情报 那搞情收也是为了反恐跟暗杀 嗯 那他对这个哈尼亚 人家哈尼亚 哈尼亚对 他对这个哈尼亚 人家掌握了一清二楚 那现在我要去讲伊朗 伊朗的反情报怎么做的怎么样 做太差了吧 嗯 人家在那边做 做做做情收 在那边做暗杀的安排 那你的伊朗 你怎么没有去做反情报 嗯 反情报政策 反情报政防 要不要去做 没有 在这方面做的速度太大了 哈尼亚是个 是一个 你要知道 他是哈马苏 只是那边的头头 嗯 对不对 是具有代表性的 那你为什么 你弄那么大的疏漏 我认为从里面 这是从里面攻击 就是从 在在这个伊朗境内 你觉得还是伊朗境内的 飞弹攻击的 你如果安排在 你觉得不是 你如果安排在 你怎么搬这个东西 你搬这个东西 而且定时 他什么时候要定时 他说两个月 他说两个月 两个月怎么去定时 你定时定两个月 闹钟挑两个月 两个月后来想 可不可能 他什么时候是可以 你就你安进去的时候 你就没办法控制了 你要怎么去调时间 因为你用进去 什么时候会没电 你要弄清楚 你要定时 你怎么去定时 你怎么去遥控 难度太高了 太高了 但是他从后面杀 反正激动的 你什么时候进驻 你看他是晚上凌晨两点钟 对 这时候你大概都九起了 人类这个警觉性是最低的时候 这时候是杀的时候 所以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采取什么样的武器 都要规划好 因为那个纽约时报写的 非常的斩钉截铁 而且他是说 在跟告诉他们的 这样子的消息来源里面 有两个伊朗的官员呢 是看过 看过现场的照片 以及这个听取了相关的报告 所以说是这个定时炸弹 不将军就是说 这个难度太高了 太高 你觉得那个 安置在这个 就是外面的这个炸弹的 可能性比较高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我觉得就哈马斯本身来讲 就是就这个哈尼亚 还有这个伊朗革命卫队 他们的这种安全的部署 我觉得也也有点怪 就说这个哈尼亚呢 他呢过去 他在这个10月7号 哈马斯对于 以色列发动攻击之后 他曾经已经去了 从这卡达到伊朗 已经去了五次 然后呢 他说是他曾经呢 就是入住这个招待所 就他去 然后如果是住在那边的话 他就住在这个招待所 说都在同一个房间 我觉得这也很怪 对不对 就是说 你一般来讲 其实你 你为了安全上面的这个理由 你不太会去住同一个房间吗 你追不住同一个房间 其次 第一个你要知道他有两 最少最少都有两层房夫 第一个先电子侦测 因为这个地方是VIP 电子侦测 你今天是电子炸弹 电子侦测已经开始了 你懂吗 如果说他放那边两个月的话 那伊朗革命卫队 早就查到了电子侦测 都在睡觉吗 一定先电子侦测 因为怕你窃听 有信号出来 BBB 有 就是那些金属散热器 有 查到了 在这个地方 所以 在你安装的可能性不高 第二件事 有狼犬 狼犬味道 嗅觉是很厉害的 先叫房间绕一下 我曾经到国外 我在中美中有个国家 直接讲了没有关系 萨尔瓦多 已经跟我们断交 我们的邦交国 因为他们那边有暗杀 他们有帮派 因为他们贩毒嘛 帮派 帮派 一个月说 一个月 我问他们 一个月死到七百到八百 啊 这样子啊 每个月都要死那么多人了 因为他帮派都在互斗 然后我的房间呢 就有 他们就去电子侦测 另外一个 有狼狗 我说我只是一个中将而已啊 他说 我们在中美很谨慎 我一看 啊 连我这个小咖 他都那么那么的严谨 你就知道 防护上 这是基本的配备 电子侦测 这绝对走过 然后狼狗站在那边 当然我走着 我每一个人呢 都有跟他们 那个送那个纪念品给他们 因为他们辛苦了嘛 沙瓦多毕竟 他们的国民走得不高 当军人是很 都待遇都不是很好 是这个样 那我们来看 哈尼亚是VIP 这个绝对都都少过 那电子 那你如果要 你们要安放炸弹 没那么简单 就是啊 如果说 不但是安放炸弹 而且放那边两个月 如果说真的是 一个放置了 长达两个月的这个定时炸弹的话 那这整栋的哈 就是伊朗的革命卫队 因为他是他们招待所 他们也常常在那边召开这个 安会议啊 等等之类的秘密会议 那不就是整个是漏风了吗 对对对 而且你要知道 你要买通多少人啊 你要串通多少人啊 你不可能放在这个外面 你要是常在看在里面 那个爆炸的威力就减少了 因为是钢筋混泥土 你天花板怎么发 你不可能放在这边 我一看就知道了嘛 你这个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呢 对没错没错 我们查一下 怎么会有这个内木柜呢 内木柜怎么会有这一个那么大东西 他一看马上就知道了嘛 对啊 不过很 他的这个 这个S就是他的 我们所讲的他的这些随附 一定都看过 我跟你讲 他们都很谨慎的啦 都看过这东西 他还查一查 还翻到后面去 你这什么东西 还有他翻 都有看过 好 那要看在里面 看在里面 你要不要施工 你天花板要不要施工 你的墙壁要不要施工 你都要去施工 为什么这个炸弹不是小炸弹 不是个手炉弹 是大的 但是就说 但就是很有趣了 就是如果说是 这个是不对的 还是从外面 外面 发射的这个飞弹去击中的 精准打击的话 那纽约时报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 一篇的文章 而且写的呢 非常的巨细 这是另外一种策略吗 要去搅动 要去搅动这个伊朗内部的 就有人刻意放这个讯息 要去搅动 或是进行内部的一种 什么样的斗争吗 这就不知道了 他是为了救那外面来的 十几个 其实不是你们外面发射 不是你们外面 在那边策动计划 是我找就 我找就自己安排 没有 是这个他安排 以色列安排的间谍 在伊朗 你不要去找那些 是我已经安排在里面 根本跟他们无关 是要就这十几个人 因为这十几个人是帮以色列的间谍 我其实早就安排好 我两个月就已经安排在里面了 您这样讲也有道理 我两个月就安排好 那是我自己遥控了 就是微微就造 他就是要去混淆你的视听 根本不是外面什么 有无人机 有那边策划定位 有那边下令一个团体在那边 准备暗杀哈尼亚了 不是 是我早就安排在里面 是我在遥控人造卫星一点就炸了 因为讯息的这种泄露或什么 本身应该都有一些计算 情报是非常的机密 我要跟观众朋友讲 在美国华府华盛顿 因为我在那边当过研究员 在那个94到95年 民国94到95 就是2005到2006 我在那个华府当研究员 他所有的博物馆是 什么博物馆 几十个我全部看过都免费 但有一个博物馆是要钱的 叫做间谍博物馆 叫Spy Music 那个时候是17块美元 美金票 我说我要去看 我去看这 原来情报是不是 不是那么简单的 你去看Spy 何况他这只是个博物馆而已 博物馆之外 还有更多的这种精神 是在这个 是这样子 在这个真实世界里面 他所牵涉到的 这些的部署和工坊 他其实是更严密的 而且他常常是套中有套 是一种连环套 我们先从哈尼亚被击杀 那到底是在他的下榻的 这个伊朗革命卫队招待所被放置了定时炸弹 还是如同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所说的是被一个弹头大约七公斤的短程投射物暗杀 因为这个在所有的情报的这个讯息的这个释放啊 跟他的这个真实性呢 他可能都牵涉到一个更大规模的 他有的时候可能是放烟雾弹 可能有的时候借这些讯息呢 来做一种内部的这个肃清 或者是或者是说敌方他所采取的一种外部的故意放的这些讯息啊 就这伊朗来讲 敌方当然是这个穆萨德 这个以色列这个部分 那将军怎么研判 就说 伊朗他必然会采取报复行动啊 那报复的规模到底是大还是小啊 我们看到在这个周末的 刚刚结束的这个周末的时候 黎巴嫩这边 黎巴嫩真主党他已经对这个以色列的地方呢 也是投射了一些的这个炸弹啊 但是呢我们看到以色列方面呢 对于加萨地区的这个攻击 就是越来越越激烈啊 那伊朗呢 伊朗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伊朗我认为伊朗的报复啊 他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他带领人的报复 包含在叶门的胡塞组织 对还有这个我刚刚讲的 黎巴嫩真主党 尤其黎巴嫩真主党 因为他在他在那个 刚好在以色列的北边 嗯 而且我们知道黎巴嫩是丘陵山脉 而且是南南北中走 包包那个非常适合隐秘 就是说我们讲到的 一手南宫 嗯 那他对发射火箭对对以色列 因为那两个是辟邻的嘛 直接对以色列做攻击 我认为黎巴嫩真主党的 这种火力会比较更旺 嗯嗯 然后另外一个加萨加萨去那 我想我想以色列在这方面对加萨 这方面可能会稍微松弛一些了 嗯 因为他调兵潜将到其他地方 然后葛南高地呢 在叙利亚 因为叙利亚内战已经打了那么久了 那叙利亚内战打那么久 政府军手能控制的领土也只有63% 37%都还是各个势力在那边盘踞 所以叙利亚的大马四格 对以色列这方面的报复的威力会比较小 嗯 那他的目标也是对葛南高地 因为葛南高地1200平方公里 还是以色列占据的 那这这四股力量 包含巴勒斯坦在加萨 也包括叙利亚 也包括尼巴嫩 也包括我们所讲的胡塞组织 嗯 那最重要的一股是伊朗 但是伊朗跟以色列隔了一个伊拉克 伊拉克完毕还隔了一个约旦 对 所以那就是导弹跟巡运飞弹 但是我们要知道 要跟伊拉克先讲好 约旦会不会接受 嗯 那那个可不可以做出川 因为这个 你万一他们中途的拦截呢 那我不拦截 可不可以 伊拉克可能不会 可以不拦截 但是约旦有美国驻军呢 嗯 他们要不要拦截 那就是问题了 那可能不拦截 跟上次一样 我认为这可能性 也不能排除 可能就不拦截 它过去 所以无人机 尤其是伊朗的见证者 无人机会不会使用 我自杀无人机的 自杀无人机会不会使用 我认为会使用 因为自杀无人机是 非常廉价的 嗯 那导弹是一定的 导弹是通过内太空 就直接过去了 嗯 那巡运飞弹 巡运飞弹也不能拦截 因为巡运飞弹是贴地的 地貌飞行 嗯 只有无人机 因为我已经笨笨慢慢 所以伊朗要发动报复 开始的第一波 晚上嗯 因为晚上是大家最脆弱的时候 那最脆弱的时候 大家带命令就过去了 所以我判断第一波的时候 说利用晚上 然后伊朗是 伊朗是重点 然后这个时候 包含尼巴南 包含叙利亚 也会同时发动 这样子以色列 他所面临的压力 不是光是来自于伊朗 嗯 那这样的话 以色列会不会做报复 你要注意到这一点 以色列也会不会报复 跟上次一样会做报复 嗯 但是以色列要做报复的状况之下 原则上 美国会叫以色列 不要大张其骨了 因为美国要大选 美国现在除了是一个 不要再扩大了 不要再把美国拉进去 美国原则上 只会在这边做介護 做警戒 美国原则上 是做必上关 不参战 嗯 是这个样 只要伊朗 不要对美国动手 不要对林肯嘛 那林肯好航空 对他赢去了 过去了嘛 只要不要对林肯动手 嗯 那原则上 美国他是不会动手 跟上次一样 那你要对美国动手 那美国再还击 是这个样 因为美国动手是大学 那现在最重要的 我认为纳坦亚 或者领导是有问题了 嗯 他跟他的国防部长 跟他的参谱中长的意见相左 嗯 他们原则上的话 这个军事上有军事上的 这一方面的专业 嗯 那他雅胡 他当的总理是 以色列历史最久的总理了啦 嗯 那人雅胡在这一方面 他认为 他认为他这个 胜券债务或什么样 他有这方面的雄心壮志 但是就军事专业考量 这个死老兵痞啊 东太久 从去年十月七号 弄到现在 以色列内部 也是个压力锅啊 对不对 全民都紧绷啊 你看那个海法港都已经 亏空 都已经受不了了 为什么 因为航班都停 那个海上的航运都停啊 嗯 那工业论都撤回去了啊 那就以色列经济 以色列是经济的问题啊 他也希望能够 生养繁喜 不希望暂时扩大 一直之后下去之后 这些穿拖鞋的 你包含尼巴勒 你包含叙利亚 包含胡塞组织 他们已经反正就是这样子的 穿拖鞋的嘛 嗯 但是以色列不一样 以色列先进工业开发国家 他能够熬得下去嘛 这些穿拖鞋熬得下去啊 反正我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我也不怕死 你也知道这些穆斯林的国家 都是这样 那这样会把以色列给缠住 那以色列 以色列怕的是缠 对不对 以色列战力要打 以色列不怕打 对以色列太长了 但是以色列怕缠 你缠住他 他怎么办 对不对 那这些国家不耐打 但是这些国家可以缠 我跟你 我就跟你硬告 那个 叙利亚的内战打那么久了 他还不怕呢 他打了要来了 反正我就是这样啊 所以大家不怕 他们 他们 他们呢 耐打耐缠 他们虽然没有战力 但是我耐打耐缠啊 怎么样 我们知道 以色列的就是怕耐打耐缠的 那偏偏遇到这些 那大家要不要对伊朗动物 我认为 那个 要看以色列的逆中战机 F-35会不会过去 那要做长途轰炸 那我认为也不解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还要空中加油 要飞到两 飞到约旦 飞到伊拉克 都有风险的 以前可以欺骗 现在不容易伪冒欺骗 现在你要想要伪装 伪冒欺骗 战术欺敌 我们叫战术欺敌好了 没那么简单 为什么 因为 因为逆中 对不对 你飞过去的时候 他总是会有一些 我们讲的 真后啊 你到现在的全世界 还没有逆中加油 空中加油机 你的F-35可以逆中 但是你一定要空中加油 才能够去炸 去炸伊朗 但是你空中加油机 没办法逆中那么大 现在全世界还没有一架 说我是逆中空中加油机 我飞到你那边 空中加油 你看不到的 你空中加油机会漏馅 你怎么弄 你来回的时候 是三千多公里 那个已经超过F-35的 作战半径 那以色列人做什么 以色列也就是弹道飞弹 或巡运飞弹 那不可能用战机去轰炸 因为你弹道飞弹 跟巡运飞弹 你的弹口径就是小 因为你那个大概就是 500公斤吧 就了不起了 或250公斤的炸 就了不起了 对不对 如果是轰炸机 或者F-35 它可以载1000磅 2000磅的 那就重磅的 去炸你的伊朗 所以我们来看 他要用逆中战机 有他的天天的限制 他要用巡运飞弹或导弹 成本会非常的高 但弹头又非常的小 所以就怎么样 那这样对伊朗 伊朗可大的 你来炸吧 我够大 伊朗人口 七八千万 伊朗人口是很多的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伊朗领土非常大的 那这样的话 他耐打耐炸 你要这样来看 对不他这个 他这个是 因为他 我们看 现在会先有 伊朗人口八千多万 没错 他现在的 他的问题是循环 对 就第一个 伊朗呢 这次的报复 他如果说 不让以色列痛 他在 他在阿拉伯世界里面 作为什叶派的大哥 他的领导地位呢 会被受到质疑 对 但是呢 问题是说 如果以色列痛了 以色列采取报复的话 那 他的伤害性呢 就不只是伊朗 受到攻击 而是这场 这场这个战火呢 就会立刻就升大 升高 对对对 升级扩大的问题 你报复 我再报复你 对 然后还有就是 他就牵涉到 这个报复手段的问题 还有周边 像比如说 美国现在呢 当然是戒胜恐惧了 奥斯丁 美国的国防部长 奥斯丁也讲了 他们现在他们也跟伊朗呢 呃 跟以色列呢 做出承诺 就如果说以色列遭遇到什么攻击的话 美国一定会站在以色列这边 但是问题是说 美国也不希望 美国 美国也不希望这战事扩大 你如果说以色列今天 真的采取了一种 呃 假设伊朗攻击来之后 以色列报复回去 猛烈士的话 这个对于美国来讲 这个局面不 没有办法收拾 我觉得 越大会 越打越大 会对民主党不利 非常 非常不利 现在大选 因为现在 现在两个 那么拉近 这个风吹草动 都会影响胜负 你这样的话对贺锦丁呢 贺锦丁他想继续做下去 对啊 他继续做下去 他会告诉以色列 你不要扩大 是 你要忍住 你扩大我会受 我要当总统 我要选赢 你就扩大的话是帮 你在帮川普 不过这麻烦的就在 是说呢 这个纳坛雅胡呢 谁也都拉不了 之前的时候拜登 就拉不住他了 那接下来呢 到底会怎么样不知道 而且中东的战事 一旦这个升高呢 对于全球的油价经济呢 都会产生影响 今天台股已经重挫到 我们大家已经很胃痛了 好 非常谢谢张彦霆 张军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分析 谢谢张军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